乖奶奶,请喝水 好,谢谢 奶奶,那你陪婆婆聊聊 我去下衣服,有事叫我 好,乖 来,我来看看 哎呦,不错呀 看样子她把你照顾着挺好的 这就对了 有个人照顾你啊 我们大家伙都放心了 是啊 大娘这孩子真是好 你知道吧 大娘这次考试又拿了第一名 哎,好 这孩子 哎,其实像你这样也挺好的 什么事也不记得了 也就没痛苦了 不像我们呢 还得担心自己老了 病了 没有用了 谁病了 我病 你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啊 没有人告诉我呀 哎 就像那个王老师他爸爸 病得那么严重啊 大家伙都瞒着他 现在啊 如法炮制 用在我身上 以为瞒着我 我就不知道啊 哎呦 这些小孩儿啊 永远不能够了解我们这些老年人的心啊 我都已经八十多岁了 我自己难道不知道我已经快走到尽头了吗 可是就算要走吧 你也得告诉我 我到底还能活多少个日子 我也好趁着我活的时候 把后事做个安排 你说是吗 是啊 当初老刘走的时候 也是 说走就走了 一句话都没交代 还好 还好我有大乱 我跟你说过了吧 我们大乱这次 又搞了第一名 说过了 说过第一名嘛 真是好 其实啊 活到这把年纪想一想啊 人生还真是无常啊 要说我这一辈子 其实也够了 虽然没有钱呢 日子还过得去 孩子也都孝顺 哎呀 我前不久啊 还去了趟加拿大 照说呢 我这个人生也够了 没什么事 要做了是吗 要 要做安排 像老刘 说走就走了 家里的存折钱呢 都是他在管 我一时慌了手脚 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 还好啊 都是我们大乱 一件一件给办妥了 哎 你知道吧 我们大乱这次考试 又考第一名 好棒啊 好 真能像你这样就好了 好糊里糊涂的 也不痛苦 就剩下高兴 哎呀 也亏得你啊 什么事都搞不清楚 我还有个人能吐吐苦水 你像这些孩子 什么事都瞒着我 要不是你啊 你说我这苦水跟谁吐不去 你有空啊 就船过来坐坐 白天 你看 大楼要上学 老刘要上班 就我一个人 关闷了我 你不是有燕子吗 燕子 啊 哦 是 可是 燕子从哪儿来的 是我生的吗 我怎么都不记得了 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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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你怎么了 哎 我 我忘了 你从哪儿来的 我 老婆 你忘了 我是你从路边捡回来的 对对对对 是我捡来的 好啊 真会捡 捡得好 捡得这么开心 我就喜欢她 哎呀 是啊 这真是好啊 每天就像这样 半半乐乐 什么烦恼都没有 哎呦 我要是能像你这样就好了 奶奶 你还好吗 好 到目前为止 都好 燕子 要是有一天呢 我跟这个刘妈妈一样 我身体也不好了 你可得像照顾刘奶奶 这样照顾我啊 不会啦 关奶奶 你身体这么健康 一定会长命百岁的 是啊 一定会的 有空就过来坐 好 我说东 别扯西 第二门沟通 哈哈 哈哈 哈哈